顏感睁能幹爽朗 顏感睁能幹爽朗 但是他的童年並不快樂 顏感睁的父母是以賣報紙雜誌養家 因為家境貧困 他五歲的時候 父母就將他送到戲班學藝 小時候就要照顧好自己的衣服 各樣都是自己來的 回到家裡有兩個妹 兩個妹就習慣了兩個人玩 我覺得好像我是外人一樣 叫他們和我玩 他們好像不是很想和我玩 我感覺到好像自己 不是他們的一家人 我都是皮很暴躁 一派賽報紙 或者是人家投訴 拿錯了第二份給他 走回來就打 拿著藤條人家一條 我們要打媽的 拿上一條雜兩條一起打 有時候在街上 沒有藤條 他就隨皮打 就打 我最記得有一次 賣褲子的錢袋 發現不見了錢 就說我是偷 就拿著包袋 粒實來打 因為對家庭的恐懼 顏感睁十九歲 就和弟弟到巴西做生意 後來又回到香港 自己開時裝店 在香港的時候 顏感睁將安全感 建立在金錢上面 來到法國之後 為了能夠在巴黎居留和生活 他結婚的條件變了 那時候就沒有去想到 愛不愛 就是想生活 就是想我要得到一個家 後來他們就說 萬頌英華阿剛 我先生 阿剛挺老實 他做外面的人 忙到收銀 大家都是單身 我也看到不大 他ają的 barbar士 從發文看法文文章 ora又要經常看法文文章 肯定是懂法文 逛逛ら邊吃東西 我覺得頑義都不錯 拍拖接還結婚 顏感睁的心中也有缺陷 就是父母的愛 即使他是巴黎結婚成家 但是心靈深處 仍然渴求父母的爱 这个需求在一次报道会上被触动 我记得姐妹叫我去 你参加报道会 当乔云叔夫子的时候 他说 神是爱你的爱你的 当他说到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一个很慈善的父亲 跟你说 你走过来 你回来 我是爱你的 我不会打你的 现在我是你的爸爸 但我不会打你的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强烈 那种爱从来未试过 未试过一个爸爸 可以说不打我的 所以我 所以我很触动 颜感症的心里也有缺陷 就是父母的爱 这个需求在一次报道会上被触动 当乔云叔夫子的时候 他说 神是爱你的爱你的 所以我很触动 但不停地夫子 你来吧 我真的不会打你的 但乔云叔不是这么说 但我老是这么想 我不会打你的 我是爱你的 我是永远地爱你的 我就不停地走出去 走出去就不停哭 虽然我看不到这个父母 看不到他 但那种感觉 有心来未试过 虽然颜感症接受了洗礼 归入教会 但当时的颜感症 对他所相信的耶稣 了解得并不多 那种生命就是 基督徒就是星期日的生命 只不过回去听读读 履行自己的基督徒 回去就听读读 就愿了 回到家里 有没有认真去灵修 有没有认真去看圣经 是可以说没有 因为臭受者已经很忙 直到女儿差不多要四岁了 先生说要多一个兽子 每个女儿 我说我当然不要了 我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 牧师就教我 不如你两夫妻 试试同心 为这件事去祷告 我说 那我留懒点 我说 每晚跪在这里祷告 他说好啊 我说既然有女儿 要个儿子 他说好啊 要儿子也好 他真的肯和我祈祷 有一天就是 真是发现 就是有了BB 真的是儿子 儿子的出生 令到颜感睁经历到 他所相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 而他的丈夫 亦都在99年 相信了耶稣 颜感睁家里 有儿子有女 很快又住入一栋 有花圆的房屋 他得到梦寐以求的生活 神国恩典真的给了我很多 所以我更加对神 开始有感动 开始有点积极 我要将神国恩典去说明 真的很努力去派那些 传福音会子章 和去参加那些团会 在这个社区里面 很努力放学 放学 就带着好角去派给人 有时甚至在这里 附近邀请街坊去查经班 感觉很火热 现在我真是找到主的爱 找到父的爱 以前我没有爸爸的爱 现在这个父的爱 不只是父亲 那种爱 完全是不受空间 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 那种爱在你里面 我觉得那些真是真爱 但主可以给到我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尋找到这份爱 比任何的爱 是平安很多 稳固很多 那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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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爱